对,所以其实我刚刚说这个迷思就是香港的农地或者农业是不是自然的消失或者是给消灭啊,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吧。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绘画上,在07年大概可能也知道就是香港这个曾经权他提出一个十大基建,实际上是一个项目的,然后我们看到地图上,哇,很多一些基建去连来连去啊,还有一些很大的发展,我们觉得很多啊,我们登下很多就业的机会, 但是我们看到了,例如就是有十个,例如就是港岛南线啊那种,但是你看到很多是一种跨景的,对,都是跨过,也不少也是跨过这个新界的地方,新界就是上面那个地方,还有就是很多都是在新界北发生的,那例如就是进去开放了,还有就是新界, 东北的新发展的新发展的区啊,还有新发展新发展区啊,现在新发展是新发展区啊,还有新发展区啊 新发展区啊,还有新发展区的发展啊, flowery one one, 这个也是一个新发展区啊,就是在类伏的那一个,大家看到很多都是影响这个新界东北,对,新街北的一些地方,对,然后就啊,就是那个新界东北就是进去,这是怎么发展区啊,没要来过其实就是新海的地方据 WOR собой的, 就是廣深港高田,高田去上去的時候影響很多很多的農戶,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規劃上,未來香港發展的過程裡面,其實它對現在的農業或者農田是不只是沒有保障, 還有就是它現在是一個很大規模的校市,在這個規劃的發展之下。 如果我們具體一點來說,它其實怎麼樣對一些農業,那些經濟發展或是規劃上,怎麼對這些農業去影響呢? 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條我們特區政府在計劃的一條新的幹線,就叫北環線。它就是在新街北畫一條新的鐵路出來。 然後它其實是在錦上路,然後在整個新街很多不同農業,也是在這裡的地方畫一條線。 對,下面其實就是米布,然後下面是福田,就是聖鎮來的。 就在那個地方畫一條線,現在還在這個構思當中。 但是你看到它,因為以前它就放了一些 document出來,說這個怎麼走。 然後我們看到那些站,附近其實很多一些發展在這一年裡邊申請或者是已經發展。 對,例如我們看到這個地方叫薩布,就是整個地方在這一年裡邊有十個大規模的規劃申請去建豪宅。 當我們所有香港人也不知道有一條線,之前一年,很多發展商已經,好像是已經買了這個地已經幾年, 然後它就在,好像在趕上這個,在建一條線之前,它就建好一些房子。 對,然後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香港的四地魚塘,那個叫南生回。 對,也是剛剛我們看到一個很大規模的豪宅到達。 對,然後每一個站也是有這種情況。 對,這個其實在新田就是比較小,因為它比較山區。 對,所以你看到整個一些香港的一些規劃發展,其實是配合這個香港的房地牆發展。 對,所以,但是房地牆發展其實和這個農業也是對立。 對,因為它很多時候就買了一些農地,等了十年。 然後申請一些規劃的改變土地用途,然後就變成一些豪宅。 對,整個過程也是這樣。 然後政府很多政策也是配合他們去發展。 所以,農業其實在香港是受很多不同的因素去進行影響。 對,這個圖就是你可以看了,但是不要拍了,因為我們自己查了一些土地資料。 例如,剛剛我們說的那條馬仕步村。 馬仕步村,你看到其實整個地方有顏色的土地也是給某一個發展山營賣起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大概是有…我想要搬一個重大的那個…這個…大… 什麼顏色的? 有顏色都是一個發展山買的。 是五大發展山嗎? 不是,是一個發展山買的整個地方。 然後…然後你看到這個六色和黃色的顏色,它是…是很特別的。 就是,它是…因為…這個代表九六年、九七年買的這個農地。 然後呢,其實這一條村呢,公佈這個…政府公佈這個地方要發展呢,其實是九八年。 但是就很奇怪,為什麼它給這個政府還要找,知道這個地方可能去發展,然後去賣、買這個地方呢? 這個…我們也想不了,為什麼這個…這是很特別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現在農業情況,是面對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囤子土地啊,然後就…就像剛剛一樣呢,然後就像這個城貴貴深情發展那種。 然後…另外一個情況就是,我們常常…那些環保團體就是說,就是… 現破壞、破壞、破壞場。 例如就是…那種…那種…對。 像很多…一些香蕉的地方就是…很多…變成一些破壞場。 但是它就不是一個場一樣,就是簡單。 它是一個…一個場啊。 對。它是一個場來擋住很多一些農地。 然後就逼走它,其實是一種收地的方法。 對。很多一些現破壞、後發展。 然後…建了這些…那些破壞場以後呢? 就是…農田其實已經不能更做。 因為…它要填高一點去填平土地。 然後…很多時候就是…尤其是雨櫃。 下雨的時候就是…水就倒流進這些農田。 然後這樣也是不能更做。對。 然後這裡也是這樣…大概20萬車的一個農地去… 反平去建立破壞…停車場那一種。對。 所以你看到線破啊,後發展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另外一種就是公私和營。 這是一個很動聽的名字。 但是其實就是…例如就是… 北環縣的那種…那種發展。 就是…兩方面配合,一起去開發一個地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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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種。 對。 但是還有就是…農業。 農業我覺得其實有個狀態我們要掌握。 就是…它其實不是原子消失的。 他們…很多時候不是… 這個地方… 就給發展,然後就沒了。 那個情況。 你們…你們也看到就是… 其實很多情況就是… 一些…農民… 這個地方… 都… 都給他們缸了。 因為… 例如就是… 原居民覺得這個地方我可以賣。 我可以賣給發展商。 可以買… 賣到… 然後… 那個農民就奔去… 再… 入入一點的地方去… 才… 那一種… 是…那種樓散的情況。 對。 還有就是… 香港現在… 我剛剛說的是… 租廠產業法之後。 它… 變成了… 那個… 那個… 環保條例… 特別對那些… 租廠很嚴格。 所以… 他們… 全部… 現在都… 上了… 因為上了… 以後… 那些環保… 環境局的… 一些… 職員… 他就…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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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那麼有空去… 去看他們… 有什麼問題那種。 所以你看到是… 他們是… 撤退, 不是消失。 對。 他們撤退了很多… 去了… 這個… 這個新界北。 然後… 如果… 我們… 新界北是… 根據… 剛剛說十大基建那個… 方… 方向去發展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 大概在十年裡邊… 去了2020年… 香港整個… 新界北也… 也沒有相較的。 對。 對。 就… 這個男生回來… 他… 他… 會建大概… 2250個… 大會的… 這個… 豪宅發展。 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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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發展。 就是… 很… 很… 很激… 發展。 對。 但是… 那邊… 有很多一些… 我們覺得… 很珍貴的… 這個… 鳥啊。 就是… 候鳥… 會來… 這個… 就是… 我們叫… 奇樓。 還有… 這個地方… 也有很多… 我們… 常說的… 就是… 黑林培樓。 對。 就在… 那邊… 對。 然後就… 新街東北啦。 還有就是… 受地情報呢。 我們… 剛剛說了很多農業啦。 但是… 其實… 或… 是農田的破壞。 自然… 生態的破壞。 但是其實… 對人也是… 很多… 過… 過… 經營場。 如果… 我們… 看到很多一些農田… 其實… 和這個… 人的生活有關的時候。 他… 可能… 住在旁邊。 意味著… 就是… 他們… 也是… 被… 避欠了。 所以… 那條圈… 其實… 八成的… 農地… 給… 給… 當一個… 發展上… 受的… 過程裡面… 其實… 用了很多… 受逼的… 手法… 去… 破壞他們的村落。 啊… 另一個是… 我們… 這一種就是… 這些… 這些是… 石棉。 不知道… 大概… 石棉是一種… 建築物料。 它其實是… 非常安全。 很多一些… 村屋也是用它去隔夜。 但是… 當它要拆的時候, 它就… 變成很危險。 很危險。 因為… 它… 你… 你拆它的時候, 它就… 會放一些… 有毒的… 有毒的… 這個… 自然… 對… 物質… 如果你… 蜥蜴在肺裡面, 你可能… 可能… 不… 那個時候, 可能不發現。 但是… 在十年後, 二十年後, 你的肺部有很大問題。 對… 都… 其實是一種… 受逼的方法去… 因為… 一方面就是… 它要便宜一點。 它… 如果拆一個屋子… 呃… 要花很多時間去… 呃… 這個… 慢慢拆的時候… 呃… 它的成本很貴。 對… 所以它… 也是用很便宜的方法… 都… 叫一些功能去… 拆掉它。 然後… 就在… 那個時候是… 對… 整個村… 裡面是很… 很恐慌的那個狀態。 對… 對… 所以… 這裡有六十個屋子… 都是這樣的情況去… 給它拆掉。 對… 對…